守经 前因法师师悲 诸位同学 阿弥陀佛 上次我们将整个五二五通五烧 介绍完了也做个总结 副表者的总结 五二的话当然就是十二页 五通就是今生的王法老狱的灾祸 这些都是眼前可见的境界 他的过患 他的痛苦都是眼前可见的 五烧是三个道的境界 地狱恶鬼畜生 地狱恶鬼畜生是什么样的境界 其实对很多的人来说还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地狱很苦 恶鬼畜生道很苦 但是究竟苦到什么样的程度 实际上也不是特别清楚 所以如果是说我们对于三二道的苦 能够更加清楚的时候 对于五二的终极国报 这个五烧 那么就会有这种戒正恐惧的心 反过来对于这种十二页的造作 我们就会更加的谨慎 小心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要跟各位稍微介绍一下 这个五烧 三二道的火报 一个简单的介绍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放下去的副表石 三二道苦 三二道苦是地狱恶鬼畜生 那么大判来说 地狱是最苦的 然后再是恶鬼道 然后再畜生道 然后这是个大判 然后这个寿命也是 地狱中间的寿命最长 然后再恶鬼道 然后畜生道 这也是个大判 那我们首先来介绍 第一个 地狱的苦 地狱的苦当中分为两段 第一段是正行 正行就是说 我们来正式思维 地狱的苦的内容 那这个内容是根据 菩提道斯蒂这个广论的 所要义所揭露出来的 那当然广论它也不是说 它自己发明的 它主要也是根据这个藏传的念处经 还有这个玉切式地论 本地分里面的一些 佛护萨的开示 作为依据而来介绍的 那我们看地狱 地狱的话呢 分为四种 大判分为四种 大有形地狱 也就是俗称的八热地狱 寒命地狱 也就是俗称的八寒地狱 然后再静边地狱 孤独地狱 这个是地狱众生 它的罪 罪业 从重到轻 四地的排列 八热八寒是最重的 然后再就是静边孤独 四地的减轻 那第一个呢 大有形地狱 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 第一个 等活地狱 先说这个等活地狱的 这个处所在哪里 它在这个 印度 佛陀承道的 佛陀佳亚这个地方 佛陀承道的这个金刚座 往下贯穿 三万二千游巡的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 众生要是没有业力 也不会去那么深的地方 三万二千游巡 一个游巡 如果是说 二十或者三十公里的话 那三万二千游巡 等于就是 如果是二十 那等于就是 这个 等于 几十万 这个几十万的公里 那 这个我还特地去查一下 这个地球的 这个地球的直径 也才 六千 六千三百七十一公里 地球的直径 所以这个 不是在地球的内部 它比地球内部还要深的地方 所以这个世界观 跟我们现在看到的世界观 是不一样的 好 总之 等活地狱 这个大有形地狱 它是八层 一层一层的 越来越深入 一层一层越来越苦 痛苦 最轻的就等活地狱 它在金刚座底下 三万二千游巡 然后呢 每一层 每一层的这个 这个距离啊 有四千游巡 好的这个距离 一层一层的深入 好 那 为什么在等活地狱呢 就是说这个地狱的众生啊 因为它罪业的原因 然后呢 它自然而然就会感到到兵器 这个外面的一些东西啊 自然而然都可以成为兵器 然后也是因为业力的原因 人和人互相见面的时候 就会产生很强烈的 仇恨的心 然后呢 互相拿 拿刀镜啊 武器啊 互相砍杀 砍杀然后到最后 大家全部 闷觉 或死亡 然后这个时候 空中有声音说 如等 可以再活起来 好 那这个时候 这个全部的 又有点活起来了 那活起来 然后就继续 业力原因啊 互相仇恨 拿刀砍杀 好 就像 死而复生 生而复死 不断不断的上演 好 这个互相砍杀 这种痛苦的这个剧情呢 那这个是 等活地狱 那等活地狱是这个 八二地狱当中 这个罪业最轻的地狱 然后呢 他寿命有多久啊 寿命伤 反正经过一段 换算之后 相当于我们这个人世间的 九百万年 九百万岁 那真的是万岁 万岁万岁 这个九百万岁 那 后面黑城地狱 乃至无间地狱 它的寿命啊 是倍增 是 是等比急速的倍增 这个倍率倍率的倍增 那 这个 很可怕的 第一个等活地狱 第二个黑城地狱 黑城地狱就是说 在这里面的这个 这个罪业众生 然后感召到这个地狱的狱主啊 拿这个赤热的 而且有黑色的这种 这种金属绳子 然后在他身上捆绑 这个斜的 直的 纵横的捆绑 会烙印成种种的这种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印痕啊 被火烤 烙印种种的印痕 然后狱主呢会顺着这个 这个印痕呢 从上拿那个赤热的这个锯子啊 从上到下切割 然后从上切割到下的时候 上面 上面慢慢又复合 然后接着从下到上 到上这样切割 沿着这个黑神啊 吃了黑神的那个烙印 然后来切割 就是 黑城地狱 第三个综合地狱 这个地狱的众生啊 因为这个受到这些苦恼啊 在地狱里面惊狂 试错地奔跑 那奔跑的时候看到前面有两组 有个山谷 那有两个 两座山 一个一个山谷 那这两座山的这个形状啊 就很像那个 羊的头 然后 这个众生因为 想要躲到山谷里面去避难啊 当冲进去的时候 整个山 两个山啊 就这种夹击 把里面的那个众生啊 夹击这个血肉模糊啊 那个筋骨啊 全部碎裂 而且 它这个地面也是 极为赤热的 好 这个钢板啊 那么铁山啊 也是极为赤热的 铁山夹击加赤热 这种烧烤 再加上那个 加上这个 这个夹击啊 好 那就是 综合地狱 再来 嚎叫地狱 就是这个地狱的众生啊 他也是 他因为金黄失措 然后到处求庇护啊 好 那个时候不会想念佛啊 因为平常那时候都不想念佛 何况那个时候 好 他真的念佛 他马上就能出去了 但是 但是基本上 佛话念不出来了 好 然后呢 他看到一个铁房子 就赶快 赶快冲进去避难 结果当他进去这个铁房子 进去的时候 这个本来看起来是个正常房子 结果全部 润窗全部关起来锁死 然后里面 上下左右 这个四面八方啊 全部变成 赤热的 非常机会高温 赤热的钢板 然后重新就要里面这个 倒数跑啊 看到这个门 那个对面的门好像开了 冲过去的时候 结果到那边门又关起来了 接着就往回跑 看到另外一个地方门又开了 又冲过去 快到的时候 快要到的时候 门从来关起来 就要里面到处冲啊 到处跑 就很像以前 就很像那个 一些世间啊 那个不信佛的 他虐待小动物 把小动物关在笼子里 让他到处窜 那个是一样的 然后在里面受这个烧烤的痛苦 那是嚎叫第一 在里面痛苦嚎叫 然后在大嚎叫 也跟嚎叫一样 只是他里面温度更高 而且房子有两 房子有两层 在里面经过不断不断烧烤 很痛苦之后 好不容易从里面的里面层 跑到外屋的外层的时候 外层继续烧烤 所以叫大嚎叫 顾名思义就可以知道 那痛苦是更加的深刻 再来 这个烧热地狱 烧热地狱的话就是说 有种种不同的情况 我的这个狱卒啊 他要拿这个 极为炙热的钢叉 从这个众生的这个身体下面 插下去 头顶冒出来 然后因为这个钢叉高 温度非常非常高 当他这个钢叉穿过身体的时候 身体的每个毛孔都喷出火来 各位可以想象 那个钢叉的温度多高 穿过身体的时候 身体就喷火 温度这么高 那这个是一个被钢叉 插过身体 或者被狱卒拖到一个 充满这个炙热的 这个铁板之上 然后 仰面 这个躺下来 然后呢 一方面被烧烤 二方面拿一个炙热的 这个铁锤啊 去敲打 敲打这个众生的身体 把他这个身体的筋肉骨髓 敲烂 又是烧烤 又是敲打 这个 这个称之为 这个烧热地狱 那 急烧热地狱 也是 这个 类似这个烧热地狱一样 或者 这个狱卒啊 拿那个钢叉 从下到上 叉到身体里面去 然后这个身体啊 喷出火 那温度比烧热地狱 温度 更高 好 那 或者呢 这个 狱卒啊 拿这个烧热的 这个金属片啊 把众生 包起来 就像我们包水饺一样啊 或者不是包水饺 这个是 拿金属片 吃了金属片 把这个众生包起来 包起来之后呢 然后就是 就像那个 下水饺 就丢到那个极微 炽热的那个 盐水里面 去烧热 煮烂 煮到就只剩下 这个鸡肉 鸡肉啊 全部 烧到都没有掉 只剩下骨头 好 那这个是 急烧热 无间地狱 无间地狱就是说 这个从 首先从东方 百优勋之外 有这个大火 从这个 百优勋之外 那边烧过来 然后整个地面 都是 这个非常广大的 非常广大的一片 那个炽热的钢板 人在那上面 然后东方火烧过来 西方 南方 北方 从四面 火烧过来 然后 这个时候呢 火的力量 火的势力 非常强烈啊 所以只有 只有说 听到火 这个火炬里面呢 有人的这个 爱好声音 才知道里面有众生 不然那火太大 大家都看不到 里面的众生 或者呢 这个 这个会把 玉族会把这个众生 赶到个 非常广大 铁本机 就像我们平常 那个 那个装砂 那个本机一样 但是铁本机 它铁本机里面是 赤热的 这个 赤热的那个钢砂 在这个在上面 然后众生就在那个 铁本机上面 因为太烫了 烫得要命 痛苦的跳啊 跳啊 跳啊 就很像我们 现代人都喜欢烧烤 活的 活的烧烤 就觉得很好吃啊 以后第一果报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 如是因如是果 现在烧烤啊 这个看到众生在那边 跳啊跳啊 觉得嗯 味道很香 特别好 以后的时候 就要就是去那个地方 好 因果 法尔无事 或者呢 被这个狱卒啊 拿了这个钢叉 逼着 去爬那个铁山 那那个铁山 也是极为赤热的 极为高温 好 叫这个 这个钢铁所成的 好 那或者就是被这个狱卒 这个 拔舌 好 这个拔舌个 被竹 强迫 躺在地上 然后那个舌头拔出来 不但拔出来 而且是 一直 拉拉拉拉 拉拉拉拉拉拉 就像那个 我们看到 我们生的牛舌饼一样 对 那个牛舌饼 薄薄的 舌头 越拉越扁 越拉越扁 但是就是不会破 也不会断 然后呢 然后呢 舌头 变得很广大 然后 遍满整个那个 赤热的大地 然后再拿那个 赤热的那个钢钉 去钉 钉那个那个舌头 四边 拔舌地 那或者这个 给他灌这个 灌这个 极为烧热的 这个铜汁 或者铁丸 给他吞铁丸 或者给他灌 这个极为烧热的铜汁 从上来灌 灌下来 那么 这个铜啊 要变成脂 我还特意查一下 它一千多度 一千多 最少说也要一千 一千多度 才能够 才能够变成 变成铜汁 那么高温的 这个 铜汁 从口里面 强灌进去 然后其余的 其余的那个 这个 这个 受苦的进气 跟前面的 这个烧热气烧热 一样 那么 以上就是 大有形地狱 从 轻 到重 它这个次地 受苦的这个情况 接着呢 我们介绍 寒冰地狱 寒冰地狱的话呢 它的处所 是在 大有形地狱的前方 一万多有群的地方 然后 等于 大有形地狱 是在那个 金刚座下面 三万二千有群以下 所以它跟大有形地狱 是平行的 那么它也是八层 每一层都跟 大有形地狱 基本上都平行的 同层 它的这个位置 然后 我们看它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名字 刨 就是这个 就是说 地狱的众生 在这个 寒冰里面被动到 身体起了一个炮症 好 第二个刨裂 就是在 温度在冷 然后这个 这个身上 上身上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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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刨裂 裂开 那这个是 刨裂 身上会动到 长这个刨 刨裂 那个就不晓得 温度低到多少度了 就算 你说 这个 人世间的温度 你说这个 这个 零下 四五十度 也不至于说 马上就 马上就动这个 这个 刨 或者刨裂 也还没到这个 还没到这个程度 顶多把这个人 动到变成一个冰柱一样 那你就可以想象这个 这个 这个 温度低到什么程度 然后下面 二字叉 赫赫 苦苦婆 这是什么 这个就是 这个众生在里面受苦 寂寥寒冷受苦 颤抖的声音 额测唱 或者喝喝 苦苦婆 你看到那个 那个颤抖的声音 额测唱 好像还在口中当中 喝喝 在好像在 口腔后面 那苦苦婆 好像就感觉在喉咙 你看 你感觉到 他那个颤抖的声音 越来越 越来越 那个到里面 快发不出来了 冷到 冷到 最后连那个颤抖的声音 都快发不出来 那这个是 不但是外表 这个破裂 那个长 那个 一个个炮 同时 那个 还不断不断 有这个颤抖的声音 痛苦的声音 它也是越下面 越痛苦 在青年花 就是 这个时候 你看青年花 红年花 大红年花 底下已经没有 已经没有声音了 已经冷到 叫不出来了 然后这个时候 就身上碎裂 成一块一块的 淤青的破裂 像青年花一样 我想这可能 这么冷的温度 这么冷的低温 可能只有 在时间可能就 只有实验室 才做得出来 然后呢 红年花就是 里面的这个血 渗透出来 结冻 和这个 这个是你混在一起 变成一块块的 红年花 大红年花 就是说 这个 温度在冷 然后这个碎块 跟碎块更多 看起来好像一个 很多花瓣的 大红年花一样 从这描述 就可以知道 它在这个 底下受苦的情况 而且 这个 它在底下 怎么怎么冷 前面 这个巴热也好 这边 巴寒也好 这怎么冷 再怎么热 它是不会死 而且就算死了之后 风一吹 凉风一吹 马上又活起来了 而且寿命又特别长 这个 这个地狱的寿命 地狱的这个寿命 都是千万一年来算的 甚至那个 有的经典 像这个 无限地狱 它的寿命是 一个终结 成柱坏空 这个 这是四个 一个终结 那么四个终结 变成一个大结 那么它的寿命 是一个终结 这是你看 像帝章经讲 这个 五间地狱 此戒坏时 复生他戒 那么 他戒坏时 复回此戒 如果有叶更重的话 可能就是 在不同世界当中 辗转 很难出来 那这是大友情 的巴勒 跟汉病 这个巴汉地狱 那接着讲到 静变地狱 静变地狱 它是情况之下 就是说 当 众生来到地狱 受完这个 巴勒地狱的 这个重罪 重报 受完之后 还有余报 那这个余报 还必须要受 还必须要受 地狱的果报 但是还不至于说 到大友情地狱 所以这个时候 就到大友情地狱 旁边的 静变地狱 那 这个先说明 这个 静变地狱 它就是在 地狱的这个 这个 这个 大友情地狱 有四个门 四个门当中 各有一个城 各有一个城墙 城城池 有四边 四个城池 那么 每个城池 各有四个门 所以四十一十六 十六个 十六个门 门外就是 静变地狱 它就是 它等于是 大友情地狱的眷属 眷属的小地狱 那么说小是小 但是 那个 不痛苦 也不是我们能够承受的 第一个火炭坑 就是 众生在大友情地狱里面 被不断不断的折磨 死留活 活留死 内心又恐怖 又痛苦 这个时候逃 逃着 当它 这个大友情地狱的业力 结束的时候 它就会来到 可能会来到 就会来到 静变地狱 那么静变地狱有很多 它有可能会来到火炭坑 火炭坑就是说 它进去 当它进去这个的时候 过去的时候 它掉到坑里面去 这坑里面都充满 都是充满了极为炽热的火炭 然后 这个高度呢 到一个人膝盖这么高 各位想想 我们要是说这个 脚被这个 赤脚踏到那个什么 铁板 我们都觉得很烫啊 你说这个膝盖以下 全部都是被火炭 烧烤 而且还不会死 或者死的时候 马上又活起来 那这很惨啊 这个叫做静变地狱 是相对于 大游行来说 是比较轻的 再来 这个 俯士泥 或者奋惠泥 这是一处 就是说 这个众生也是 大游行地狱的 渔豹 逃到这个地方 就掉进这个 这个泥垃里面去 那这个 这个泥池的深度 到人的颈部 这么深 它里面都充满了 极为臭恶的 尸体的味道 还有粪汇 湿臭 在里头 就像掉在粪坑里面 而且到脖子这么高 这个 然后 然后在这个 然后在这个当中的时候 这个 我看一下 好 这个在这个 在这个当中还有这个 这个粒嘴 嘴巴很粒的这个小虫子啊 在那个 粪蜗池里面 不断不断去吃 众生的肉 这个就是 腐蚀泥 或者粪蜗泥 然后再来这个 利润 这个利润道 利润道跟我平常所听过什么 刀山啊 剑树啊 这个算 一类 这类就是说 他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会不会会受到这个 这个总统利润 还有道山剑树 的这种伤害 比如说 这个剑叶林 树叶的剑叶林 他看到这个地方 他在那个巴尔地狱当中 受很多的苦之后 看到远方啊 有个大树很阴凉 就赶快到这个大树边 这个阴阳处 取求庇护 就到树下的时候 树上的叶子啊 全部变成 几位锋利的刀剑 从上面掉下来 而且掉下来 那个掉下来之后 马上就可以把这个身体 切割成一段一段的 各位可以知道 这个刀剑 如果从上面掉下来 马上就可以把身体 切割一段一段 这个刀剑是多么的利啊 那 那修割成一段一段之后 还没完 这个接着会有那个铁狗 这个地狱的铁狗 来到这个地方 来啃咬 这个众生的身体 这个剑叶林 还有这个铁翅林 好 那么 铁翅林就是说 这个 这个众生也是为了逃难啊 就看到一个树 就想躲到树上去 就当它爬到树 树一爬了一半的时候 这个树马上变成 这个铁翅 它往上爬的时候 这个翅就从上往下翅 而且不但翅进去 而且这个翅本来还有倒勾 你说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情况之下 上也不是 下也不是 只要你这个手脚一动的话 就要从 这个倒勾的翅 这里拔出来 那多痛苦啊 然后往上爬的时候 的时候倒过往下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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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肩刺往下 那么 那 那 往下爬的时候 肩刺往上 那 进不得 退不得 但是你说动在那边 在那边不动就没事嘛 也不是没事 再来就是有那个天空和铁鸟 过来 来到 这个 站在众生的肩膀上 和头顶上 去酌 吃 这个众生的眼珠子 这个叫做比较轻的 这个进边地域 那 所以我们就 因为大有形地域可能苦 苦啊 很难想象 所以 你从进边地域的苦 你就可以 这个刀山剑树啊 火炭啊 这种 粪池啊 你就可以想象出 大有形地域 什么境界的 再来 孤独地域 孤独地域就是说 它这个罪是更轻的 罪也更轻 或者是前面地域受完了 来到这个地方受余报 或者是 有的众生 它直接来到这个地方 受余报 它就是在人间 比较特别寒冷 特别炎热的 寒热的地域 或炎热地域的进边 或者是在人间的 觉得空旷的 深山 大海边 这个 人际寒至的地方 在那个地方受 总共的痛苦 好 那这个是 地域的国报 以前 有人据说 这个佛陀讲 地域的国报 是不是一种预言 辟语 我们 比如说我们现在 生病了 很痛苦 那么到医院 被医生 拿挣扎 或拿刀子割 那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 这个就是什么 地域 地域 什么历任道 这个境界 或者被烧烤 这个就是巴热地域 这个是这种 屁域而已 那个是 把这个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这个地域的国报 是真实存在的 当然 这个也是众生的业力所显现 包括地域里面的 这个什么眼罗王也好 或者里面铁鸟铁狗 玉族 这个都是众生的业力所显现的 他有这个业 就显现出这些 痛苦的国报 好 接着我们看到 第二个结形 结形当中分成为第一段 私所造业 就是说 我们讲这地域的国报 不是在听故事 它其实跟我们 距离是非常接近的 为什么呢 你看我们先前讲的 五二五通五烧 十二页 它的正报都是 三个道 甚至就是地域国报 那这个十二页 如果是说 我们没有特别去防护 我们的身口一三页的话 十二页是很容易犯的 所以我们 我们就是说反思 我们归于所造的业 第一个就是时间来说 一日之中 无一刻不在三独八为之中 而对慈悲心念 全然生起 我们这个慈悲心 菩提心 或者是波仁正念 必须要常常作义 面对众生 作义慈悲 作义无我 我们如果没有特别作义的话呢 往往 我们看到众生 不是贪 不然就撑 不然就冷漠 那么甚至有时候随着贪撑 而造各式各样的 这个 惨啊 嫉妒啊 脑啊 害啊 种种的这种想法 就是维持学 白髮所说的那些烦恼 那些烦恼心所 我们会觉得特别的熟悉 就是因为我们如果平常没有如理作业的话 我们我们内心酝酝酝就那些的心所 烦恼心所 而烦恼心所 它的果报 如果赤胜 上品的烦恼 就是说 这个烦恼如果长时间熏悉 或是说 虽然没有长时间熏悉 但是呢 他某一次力量特别的强 强大的弹 强大的撑 或者对境界 对了师长 对了三宝 父母的境界 特别应重境界 那么有可能他在造业的时候 当下就结下个地狱的果报 所以我们刚刚前面讲 这四种地狱 距离我们也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远 不是的 所以你看那个 吴杨兽经也是说 你看世界人在造罪业的时候 个个都觉得我很心 我聪明有志 我有能力 一切都在运筹帷幄当中 但他没想到说人的生命是很短暂的 用这短暂的生命造那么多罪业 然后最后 就是去 到这样的地方去 地狱的果报 所以另外一点 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四地狱发菩提心 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人很恶劣 就是非常邪恶 非常丑陋 但是你要想想他的果报 就是我们刚刚描述的那些果报 是他未来的去处 人世间 他造业 众欲 能够快乐的时间不多 他未来地狱的果报就是千万 千万一年 甚至上劫 那想一想 这个时候对众生就容易盛起原谅的心 甚至盛起慈悲心 菩提心 好 这个 第一个观察时间 我们 其心动念 无非是罪 无非是业 除非如理作业 不然都是跟罪业相应 第二个课 就异乐来说 于三度中 发起时 起立 长蒙 至于宋 上师传授之 起请闻 多口不隐心 你看 也就是说异乐 我们在造恶业的时候 我们是很专注的 心很强的 对某事情起贪 起撑 或者起吃 这个心是很专注的 那我们做早上课 拜八十八佛 忏悔业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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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上一大堆 然后 但是我们在造恶业的时候 却是专注而猛利的 这是意乐差别 造恶业的时候 意乐是很强的 造善业的时候 或者忏悔的时候 意乐 那么却是很薄弱的 大多是口不隐心 那这个时候 不但造业时间长 而且修善业的时间 跟力量 有远远不及 那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没有去修 好好修整我们内心的话 大多数的人 内心是常常 地狱的业者是多的 这个第三个对峙 恶行不知忏悔 借口自解 是非自闻 善恋不能保持 真心随其 立即 立被消灭 就是说我们 我们造了那么多恶业 但是呢 我们往往也不知道 忏悔 谁知不知道忏悔 谁不知道忏悔 不完全说我拜八十八活 就是知道忏悔 有时候有口无心 我们拜八十八活的时候 应该要知道 要忏悔 知道我自己的罪业 谁知道要忏悔 但是往往恶行 而不知道忏悔 借口自己 借口说 这个我都知道 不用说我都知道了 是非自闻 这个自己 这个修饰自己的过失 这恶行都是这样 修饰自己的过失 没有发落 又没有忏悔 那当然对峙力是非常薄弱 然后善恋呢 非常 也是不能保持住 善恋可能一下子没多久 然后撑心就跑出来了 然后善恋马上就消灭掉 所以 对于恶恋的对峙 恶业的对峙来说 力量是非常薄弱的 像我们还好 我们还天天拜八十八佛 不管有心没心 总是最起码还有深业的功德 要是说世俗的人 他连八十八佛都不拜 忏悔法门都不休 然后呢 启心动念无非是罪 无非是业 整天被恶业跟烦恼 烦恼跟恶业所包围了 然后很难起善念 跟很难起造善业 更不用说去忏悔 对峙 你说他离地狱会很远吗 再看第四个对峙 对父母三宝上是不免 时有口处心老之事 敬大则恶一大 这个我们刚才讲 业的轻重 对了境界是因重的 业的重 对父母有时候会去恶口恶心 我觉得这个 为什么这样讲我 或者觉得这个父母老顽固 这个尸骨不化 这个内心非常叛逆 非常的对立 父母甚至对三宝对上师 有时候也有这种口处 这个口业的处脑 或者这个心脑 这个内心对上师师长 有这种烦恼心 险恶的心 那这些上师一号 上师一号 上宝一号 这个都是印重的境界 境界大 这恶业一大 那这种事情也是常常发生的 所以思维思维所造的业 我们就会觉得说 真的 我们如果没有去好好修行的话 随着我们习气 到处飘荡的话 那真的是 地狱的地狱的这个业 是不断不断的在熏息 不管在家出家都是一样 所以为什么我们出家中 不能太忙 你太忙的时候 你没有就没有办法 去思维这些事情 我现在在造什么业 那未来会怎么样 就不会去思维 而到最后就是 随身于流俗 随身于习气 外在流俗 内在习气 然后到最后 就是像这边讲的 不断不断搅拌这个恶业 好 思维思维造业之后 心生恐惧 你看这个前面造这么多恶业 就时间来说 意乐来说 对治来说 从对境来说 这个心中假如不用功的时候 就常常在造恶业 甚至常常在造地狱的罪业 因此心生恐惧 所以就像入行论里面说 已造地狱业 允和安逸住 已经造了这么多地狱的业 我们怎么还可以在这个地方 安安稳稳的 这个修行 这个我尽量吧 有空就修 没有空就再说吧 那么畅为业障 这个畅为业障 这个什么想都想不起来 我有什么业障 我有什么烦恼 我有什么业障 什么业障 什么想都想不起来 畅为的心提不起来 不应该这样安逸住 想一想 前面讲的时间 意乐 对治 对境 想象我们的 观照我们的心态 真的就是这样子 那这些都是地狱业 云和安逸而住 这第一个 造那么多地狱的业 第二个 与比等之间 会有疫情之隔 我们跟地狱之间 其实距离不是这么远 不是在三万二千有群之外 事实上是非常近 为什么呢 一口气不来 然后就下去下去了 可惜像你看 现在这个新冠病毒的 这个疫情 我想大家感触更深 前几天还好好的 过几天就突然 就像会送到医院 送到医院几天 就往生了 连跟家人告别的机会都没有 那真的是 这个人的生命 在呼吸间 这很难说的 在呼吸间 如果一口气出去之后 吐出去之后 再没吸进来 这个时候 就忍天永隔 忍天永隔之后 就随意也流转了 如果没有往生净土 那这个时候随意也流转 那么随意也流转 那如果是说 前面 就是说 他也不是世间的善人 也不是一个 勤家对质的修行人 大部分的人都是一样 造很多很多的罪业在心中 就算他身体没有造 那么多的业 那心也造很多的业 当然身体罪业其实也是很多 杀到一望 望远其欲两次二口 现代人绝对都不会少的 那所以呢 当我们跟地狱的之间 你发现说 只有一席之隔的时候 你就会有一种 惊悚的心 就是说 比如说你 比如说你房间 你床的旁边 就是个盒子弹 你赶在那边睡吗 不可能 你会觉得这太可怕了吧 我的床旁边居然就是个核弹头 那你觉得不可能在那边睡觉 不可能安稳地睡 那事实上 特地狱的罪业是比核弹头 核弹头更可怕的 你看前面的描述 知道 所以最后结论 发不敌性求生西方 当然这个不是广论 这个是我们加进去的 所以四地狱苦 发不敌性 发不敌性之后 就只有求生西方 因为不求生西方的时候 在来人世间修行 一个不小心就下去了 下去的话就很难出来了 好 那这个是以上是观察 地狱的国报 好 那这些 这个表其实是个 这个思维修的表 可以按照这个 刚好这个表来思维修 然后这个思维修的时候 可以升起我们处理心 可以升起我们 菩提心 然后你要是有时候念 或念念念到 觉得 这个有戏无力的时候 你就想想地狱的果报 然后再想想 思所造业 然后再想想 这个以造地狱业 也很安逸住 然后再想想我们跟地狱只有 跟地狱只有一席之隔的时候 你这时候念佛的心 就会更加的恳切 求往生的心就更加恳切了 好 接着我们可以介绍 恶果一道的痛苦 恶果一道的痛苦来说 总的来说就三个 饥渴苦 不胃苦 寒热苦 饥渴苦的话 从三方面来观察 第一个 与饮食有外障 就是说 有外在障碍 因此接触不了饮食 第一个呢 就是狱卒守护泉水 就是说 有水 有长果实的地方 都会有这个大鬼 这个在那边守护着 不让这些恶果的大人生 去接近 如果想要接近的话 他这个拿刀杖棍棒 把这个众生驱赶走 你可以看到 但是你吃不到 好 这个寓主守护 第二个呢 强救之 井权变浓血 假设说 刚好钻个空 让你到井边 水边 或这个 到井边水边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井变成浓血 第三个呢 咬焰迟早井权 智者水乎干枯 咬焰临终有果 智者树乎干枯 一样的 就是说如果没有 刚好没有这个 被鬼神挡住 一接近 水还果实 马上全部干枯 没有掉 没有了 像刚才我们 像刚才讲的地狱的苦 在论里面 在古德开示里面 他跟我们说 我们可以去思维说 你说巴尔地狱的苦 你想想看 我们可能都有这个经验 被这个锅子很烫 被烫 被烫的这个经验 你要想 如果说像锅子 我们被煮沸了 这个锅子 烫的这个经验 你保持一天 就是说 发尾身上 你抱着它一天 什么感觉 那个是无法想象的 想到就觉得很可怕 无法想象的苦 但是我们要知道 你抱着这个 炽热的 炽热的这个铁锅的苦 比起地狱的 巴尔地狱的苦来说 那还是千两地 巴尔地狱的那个热度 都可以使这个金属烧掉 烧溶金属 而且不但还有 还有什么切割 敲打 击碎 敲碎痛苦 在里头 那你看 这个 这个比如说 寒冷 这个非常寒冷的地方 我们都 我们要穿很多衣服 比如说 比如说到 好像大陆 这个东北的地方去 零下 二十度 三十度 你说这个 赤膊上身 那个是 无法想象的事情 我们衣服穿了 好多件还是觉得很冷 但是你想 在那边 全身赤裸 然后呢 长时间的 好 那你如果是到那个地方去 你再感觉一下 你想我在这个地方 如果都不穿衣服 什么感觉 而且 这个 这个 零下二十三十度 比起巴寒地狱的苦来说 还是千两地 那你想到 间接 我们就间接的 我们就可以 去推想 这个地狱的苦 是怎么样可怕的境界 那么二维大苦 也是一样 我们一天 几天不吃饭 或者一天 两天 不喝水 你感觉怎么样 感觉很难受 这个 像有时我断食七天 就喝水 我那时候就有很深刻的感觉 绝对不可以 多饿鬼道 饿鬼道 七天不吃就觉得很难受 你饿鬼道 说明几千几万年 几百万年 连水跟饮食的名字 都听不到 不要说受用 这个真的是 没有就是很有感触了 好 我们先下课 休息十分钟